近日,在国外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满14天后,体温检测正常,并持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25名中国籍劳务人员从东兴口岸入境回国。 这是东兴市委市政府和中国驻越南使馆联合为一驻月中资企业的677名中国籍劳务人员安排入境回国的首批入境人员。 据了解,这家驻月中资企业中,677名中国籍劳务人员应签证陆续到期急需入境回国。 在接到中国驻越南使馆通报情况后,东兴市委市政府立即根据广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的工作部署要求,积极协助安排该批中国籍劳务人员经东兴口岸入境回国。 5月11号,首批25名中国籍劳务人员在东兴口岸进行了入境前健康筛查。 在海关检验人员的指引下,他们填报了健康声明卡,仔细申报个人信息,境外旅行时,接触时,相关症状,是否服用退烧药等内容。 从我入境开始感觉到这边防控车做得非常好,对我们有关怀的帮助,给我们引导我们,然后给我们做体检,然后做我们填登记表,然后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们提前做好议案,征派人手为其现场继续,对所有入境人员严格执行三查三排与转印的卫生检疫措施,并足够采集遗音细纪样本送检,确保口岸疫情零输入。 据了解,从5月11号至7月份,每周将分批次安排中国籍劳务人员回国,每批约30到40人。 由东兴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规定转运至指定场所,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经两次核酸检测成阴性后方可解除,真正做到牢筑国盟防线,严防疫情输入。